哟 这不是我的瘸子二舅哥吗 谁是你二舅哥 狗狗 你大哥已经同意把顾欣嫁给我了 我当然得喊你一声二舅哥了 我不同意 你一个顾家送出去的废物坠戏 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我警告你 离顾欣远点 不然你会死 我这个弟弟啊 跟我长了同一张脸 为什么艳遇总是这么多 先是那个宁心悦 然后又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顾欣 又我帮你把那俩妮容弄回来吗 不不不 强迫就没有意思 那您的意思是 微信单张三百块 懂我意思吗 高 实在是高 记得 带上摄影机 给我好好录下来 当年是为了避免手足相残 我才已经埋名到顾家了 买你这么久 你会怪我 怎么会呢 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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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很开心 咱们没有血缘关系呢 哦 对不起 你不长眼啊 楼上有换衣间 可以到楼上换一下 行了吧 这是哪儿 头好痛 哎呀 我好难受呀 哥 哥 等会儿 给老子好好拍 肯定把大哥的行风给拍出来 顾成 是你吗 是我呀 哥 你知不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啊 干的不错 顾心 开门啊 我是你老公啊 我是你老公啊 你有完没完呀 你在这儿要报警了 报警干什么 咱们可是有正经婚约的 首先 婚约是他们背着我订的 而且我也有喜欢的人了 什么 哪个鬼孙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开门 开门啊 开门啊 再不开门我就把门给你拆了 开门 哪里来的野狗像我 又是你这个死瘸子 滚蛋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 你的耳朵是塞驴毛了吗 一提上次的事我就来气 今天老子必须得教训教训你 你别管我不客气 好啊 你小子装瘸是吧 你给我等着 好 算你狠 顾心 怎么了先 今天进来一句话都不说 是因为孙瑞吗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你问啊干嘛这么严肃 你对我有没有 除妹妹之外其他的感情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啊 啊 你是我妹妹啊 可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啊 你对我就真的只有妹妹的感情吗 当然啊 你本来就是我妹妹的 妹妹 妹妹 姑承 你过来 啊 你混蛋 啊 哎 心儿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 小心 嫁给我吧 顾家已经答应把你许配给我了 孙瑞 你知不知道你私闯明宅是他犯法的 你再不出去我报警啊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呢 我们家少爷想请你喝一杯 我们家少爷想请你喝一杯 什么狗屁少爷 让他滚蛋 嗯 是你 顾城 老子弄死你 放 你不理解很正常 我只能告诉你 我就是萧云舟 哦 不 是你们口中的顾城 的完生哥哥 怎 怎么可能 我是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报仇 不过 你要先替我做件事 什么事 睡了 明星月 少爷 最近大少爷派来的人 都已经撤回你国了 我这个大哥 可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告诉所有人 不要掉以轻心 是 还有 三天之后 是我和宁宁的结婚纪念日 这次 我要大办特晚 动用咱们所有的关系往 是 少爷 并且啊 我会在宴会上 向所有人公开我的身份 小五姐 我回来了 有些玩笑 是不能乱开的 我没开玩笑 他就是出轨了 你够了 我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他也不是什么从顾家出来的坠西故城 你就不好奇 他为什么从来都不跟你谈顾家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在一起之后 就风波不断 那是因为 因为 因为他就不是顾城 他是世界第一大家族 萧家的二少爷 萧云舟 他来我们顾家 也只不过是当羊子掩人耳目而已 小云舟 现在你明白了 从始至终 这就是一个骗局 包括你们的婚姻 你们的感情 不会的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顺便告诉你 他出轨的人就是我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亲自回家问他呀 我不信 我不会相信你的 顾城堂是不会骗我的 林林林林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妈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什么都不想管 什么不想管呢 咱们宁家 在阳市区院 成大小饼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都说了 我什么都不想管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你个肺部老公 这个不哑视频呢 都满天飞了 我这个老脸呢 哇大哥耶 哎呦 不可能 顾城不是这样的人 不会的 哎 你 哎呦 有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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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很感谢能来到宁家 也很感谢自己 可以爱上 你 肉麻 宁心悦 你是谁 妈 你怎么了 你还我的人 还我的人 妈 宁心怎么了 你看你脏子当事 以后不要让我再定家 再接着你 坏了 废物 都是废物 是属下的疏忽 属下该死 属下该死 如果你死有用的话 你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查我的命令 就算绝地三指 也要把宁宁给我找到 少爷您别急 咱们所有的资源 都已经调动起来了 一定会找到宁小姐的 好 好 但我告诉你们 如果宁宁少了一根海猫 你们知道后果 少爷 现在就订机票 明天回纽约 我要让明年的今天 成为小云海的忌日 我设计 是 我认为小云海的忌达 僕